今年春节特别早 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就要过春节了 而且由于国家抗疫政策有重大调整 今天身边的很多人都在筹划 买火车票 买机票 买旅品 因为今年我们准备回家过年了 过往的几个春节 由于疫情的影响 很多地方的春节是冷冷清清的 而今年大量的人返乡 我觉得我们一定会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 在很多七年后八年后乃至九年后的记忆之中 春节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那一天 我们一定要过一个最有年味的节 可是过春节的时候 除了我们可以穿上新衣服 吃到大鱼大肉之外 春节和平常的日子还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在于我们在这一天 我们在那几天会放鞭炮 然而过去这些年 尤其是过去这几年 很多地方不允许放鞭炮 当地会说 哎呀 放鞭炮太污染啊 既有造成污染 又有气体污染 还有固体垃圾污染 放鞭炮是不文明的行为 所以很多城市是禁止放鞭炮的 有些城市还耍小花章啊 表面上说我允许你放鞭炮 但实际上呢 对售卖鞭炮专管专营 在市区之内根本没有可以卖鞭炮的商店 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多数人买不到鞭炮 也无法放鞭炮 然而放鞭炮过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 难道我们的环保就差那几天吗 一人放几个窜天口二提饺子摩树蛋 就能把我们城市彻底污染掉吗 所以前两天人民日报发文指出 一刀切不让放鞭炮 这就是懒症惰症 今年大量的人可以回家了 我们又可以和和美美的过一个春节了 我们多么希望这个春节是过去三年 过去五年 乃至过去十年以来最热闹 最火热的一次春节呢 所以能不能让我们放鞭炮过春节呢 我们下期再见